也就是說啊 國民法官法實行到現在 良刑的結果跟過去的數據的平均值來講 沒有太大的普查 再來可以講講 全台灣第一件的國民法官判決 也就是寄信婦人殺婦案 這是在去年年終的時候 全台灣第一件由國民法官審理的案件 這案子的背景事實是由一名婦人 她因為無法忍受丈夫長期的家暴 她就將丈夫給殺死了 那經過一審國民法官審理過後 判處的結果是 七年兩個月的有期徒刑 這案子進入到法院過後 因為是故意置人於死的案子 所以她也適用了國民法官法 一審就是由六名的國民法官 還有三名的專業法官參與審理 但審理的重點 其實並不是認罪還是無罪的答辯的問題 因為這個案子的被告 也就是這一名婦人 她已經自首了 也承認有犯罪 所以審理的過程大多是著重在 犯罪的細節及犯案的動機上面 嗨大家好我是高興律師 大家還記得嗎 在2020年的時候 立法院三讀通過了國民法官法 直到去年正式開始實施 到今天為止 其實已經施行了一年多的時間 到底成效是如何呢? 素人介入審判 真的有改善一般民眾所說 恐龍法官的情況嗎? 今天就來跟大家說說 國民法官法實行到現在 到底成效如何? 有改善大家所疑慮的這些問題嗎? 在今年一月的時候 司法院有發布了統計的數據 相信其中有兩個 是大家比較關注在意的重要數據 首先第一個是案件的數量上面 依照第一年總計的資料來看 總共有108件 是國民法官需要參審的案件 結論殺人罪有43件 酒駕致死則是有33件 第一年結案的數量 也就是到達宣判的階段 總共有16個案件 因為現在國民法官還沒有完整的施行 因為只有部分的案件 是先要進到這樣的制度裡面 所以案件量還沒有到太多 所以這幾件都非常值得觀察 再來第二個相信大家很在意的就是 國民法官是不是判出來的刑度 會跟過去傳統的判決比較不一樣 是不是說國民法官這個制度 施行之後 由素人來參與 就會像網路輿論上面很常看到的 唯一死刑這樣的結果 其實從目前的結果來說 國民法官參審到現在 都還沒有做出真正的死刑判決 針對這個現象 司法院初步的解讀是 因為目前的案件量還少 還沒有辦法看出良行的趨勢 不過我們自己有簡單做個統計 以第一年結案的16個案件來說 這之間有8件的殺人案件 其中一件判比較重 是判到無期徒刑 剩下的7件 平均的刑度 大概是落在13年兩個月 這部分如果從過往的數據來看 我們上司法院的殺人案件的良行系統來說 可以看到91年到104年間的數據 其中一共有632件的殺人案件 那平均的刑度是落在13年3個月 也就是說國民法官法實行到現在 良行的結果跟過去的數據的平均值來講 沒有太大數差 再來可以講講 全台灣第一件的國民法官判決 也就是寄信婦人殺婦案 這是在去年年終的時候 全台灣第一件由國民法官審理的案件 這案子的背景事實是有名婦人 她因為無法忍受丈夫長期的家暴 那就將丈夫給殺死了 經過一審國民法官審理過後 判處的結果是 7年兩個月的有期徒刑 比剛剛所講的平均刑度是三年兩個月來說 是還要來的低喔 那這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起案件是發生在2022年底 那一名寄信的婦人 趁著丈夫在熟睡的過程中 持刀具將丈夫給殺死 案發過後呢 寄信婦人也主動向警方自首 那這位婦人後續也被依殺人罪起訴 這案子進入到法院過後 因為是故意置任於死的案子 所以她也適用了國民法官法 一審呢 就是有6名的國民法官 還有3名的專業法官參與審理 但審理的重點呢 其實並不是認罪還是無罪的答辯的問題 因為這個案子的被告 也就是這一名婦人 她已經自首了 也承認有犯罪 所以審理的過程大多是著重在 犯罪的細節 及犯案的動機上面 目的是要判斷說 這名婦人呢 是不是應該要給她減刑 因為她有一個被家暴的前提 那如果是涉及到減刑的問題啊 因為 減刑的部分呢 自首的話 有機會減到一半 那另外呢 刑法還有一個59條 也就是說 情侵法仲 就要犯罪的情節輕微 但是刑法如果客語這個刑度 會太重的話 這時候還有減刑的空間 而殺人罪的最低刑度是10年 所以這一名寄信婦人 她在審理的過程 她的刑度 最低最低 假設真的都得到法官的同情 願意給予減刑 甚至是有機會減到 2年6個月的刑期 所以就這個案子 在初始在預估刑度的話 它可能是落在 2年6個月到10年之間 那究竟我們的專業法官 跟國民法官 在這個案子當中 法官審理了非常多點 那其中有包含到了 婦人有長期被丈夫毆打 還有家暴的情形 那例如光是有通報紀錄 家庭暴力事件 就多達了11次 甚至啊 有次婦人是躲到了妹妹家 結果丈夫這樣也會追到家中 這種種的行徑都足以證明 這個寄信婦人 長期確實是過著 精神壓力非常大的生活 案件審理到最後一天的時候 婦人的小孩也有刀田作證 表示啊 自己同時作為被告 及受害人的小孩 那目前因為這起案件 已經失去了父親 他不希望再失去母親 那就請求法官能夠減輕量刑 那老實說啊 這些因素參雜禁據 確實是很有很大的減行空間 不過呢 本案審理的這些法官們 還有可能到其他的施政 法官們有發現到 這名婦人呢 雖然長期受到家暴 但是啊 案罰當下 他並非是一個緊急的狀況 而是婦人利用這名被害人 酒醉熟稅的狀態下 去施行殺害的行為 而且當時 政府也都有對於家暴的被害人 提供緊急庇護的資源 但這名被告基辛婦人 在設政單位輔導的過程中呢 卻表示說 他不想要去住別人家 而拒絕了這個緊急庇護的資源 因此法官們最終是認為 不能夠贊同 以此殺人的行為 作為解決問題的方式 所以最終呢 雖然有獲得減刑 但是仍然判處 尤其獨行七年兩個月 其實就這個案子啊 過去最知名的案件是 那個鄧如文沙夫案 印象中之前好像在影片當中 也有介紹到 它是一個類似的案子 不過 時間來到現在啊 其實在我們的家庭暴力防治法 還有設政單位資源 跟過去相比 其實是充足了非常多 所以在看待這樣子的案件 當然這個標準會有一點不一樣 但也必須老實講啊 就以這個個案來講 雖然是以這名婦人 沒有去積極運用社會資源 來作為一個理由 也就是作為無法減刑的理由 不過啊 這個案件的社工也有提到 實務上願意利用 庇護所資源的被害者 其實是不多的 最主要原因大多是 庇護所的地處 通常是比較偏僻一些 交通也比較不便 加上很多被害人 其實之所以不願意使用這樣的資源 會擔心申請之後 會被對方給報復 像這樣子加害者跟被害人之間的 一種權力控制關係 在家庭暴力的案件當中 仍然是一個 沒有辦法完全以制度或資源解決的困難問題 那最後想要來講講 自己在看國民法官法施行的狀況 其實大家有發現嗎 過去啊 在國民法官法施行之前 不知道到現在 其實都還是會看到類似的聲音 如果今天有一個新聞 爆出來是一個殺人案件 常常都會看到很多留言都講說 這個一定要判死 或是說支持唯一死刑 但是啊 其實真正在判案的時候 如果有去了解過這個案件的細節過後 可能就有不同的想法 就像我們剛剛講到這個 寄姓婦人的殺婦案件 如果沒有經過這些詳細的審理調查過程 怎麼會了解一個犯罪背後的原因呢 而了解過後犯罪的細節 跟犯罪的原因之後 是不是還會理所當然覺得 殺人唯一死刑呢 那大家對於國民法官法施行到現在 還有什麼樣的想法嗎 歡迎在下方留言說說 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就幫我按個讚 也可以幫我們按下超級感謝 小個贊助我們 支持我們走更遠 就這樣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 如果您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